就是今天如果有人超车 速度比你快或是比别人快的时候 你就会不爽 比我还快 搞什么啊 不可能 不可能你们知道吗 其实开车是跟心理学有关 什么东西都跟心理学有关 车子其实就是人身体的延伸 再加上车子其实是一个封闭的个人空间 所以我们当我们开车的时候 我们会是处于一个 从紧张状态到一个放松解放的状态 一个毫无防备的状态 也是因为这么的放松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 就可以毫无接近看出一个人 他真实的性格是怎么样 所以一个问问路亚的人 可能在开车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刚刚我们讲到开车的时候 如果突然性情改变 其实是有一个症状的 那就叫做怒怒症 基本上怒怒症就分成七个类型 第一种爱跟人比较型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不可能最常遇见的 就是今天如果有人超车 速度比你快或是比别人快的时候 你就会不爽 比我还快 搞什么啊 不可能 二 碎碎念行 其实这种类型的人呢 就很像老师一样 就一直喜欢在旁边跟你说教 然后影响大家开车 三 正义摩托行 只要是路上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家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发生车祸好了 发生车祸的人不是他 但是他却把他的道德观啊 正义啊 强制的夹在那些造势者身上 好像出事的是他家人车祸一样 四 大慈善家类型 其实这种人呢最好了 就像是我们所谓的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你A到他 他甚至有时候还会帮你去看车子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不是需要补贴你车费 或是一些维修费之类的 五 逃避责任型 哦 呃 应该没有A到没有A到 就只是一个一个一个小窗户 我们先先上国道齁 我们现在先不要在这里 六 学士渊博型 其实这种类型的人呢 会将他整个毕生所学 完全的告诉你 通常在道车上 我有三个法则 投食问路 然后三食而离 这个方式是很简单的 就是 七 事不关己型 其实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我觉得四不关己型 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至少他蛮顾及自己在开车 然后其他三宝怎么样呢 或是路发生什么车祸 不改他事情 他也不会下来求救 最佳避免危险的方法 那就是有效的沟通 我觉得会在你的开车上的体验 对你跟对于路人 或是对于其他车辆 让两方的感情跟情绪上是舒服的 其实也可以确保你的安全性 那在安全性的部分 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注重 或是care的部分 所以我们认识了怒怒症之后呢 我们了解到要了解自己的情绪以外 还是需要有环境的因素 来调整我们开车的一个气氛跟环境 希望布克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吸收 打造这个良好的开车环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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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